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美国动作电影,惊天营救 男孩欧魏是个腼腆的男孩 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独小老大 但是后来父亲不禁被抓入狱 他只好拍自己最忠实的手下萨游,看管照顾儿子 没有亲人的男孩倍感孤独 他无法改变生活,又无法适应生活 这天,他阵着父亲手下萨游外出的机会 约了小伙伴一起去酒吧放松 不想,一面走了两名警察 废话没有 直接开枪射杀小伙伴 随即劫持了一脸懵逼的男孩欧魏 并向远在监狱的独小老大索要高额赎金 而独小老大这边得知儿子被绑心中慌的一匹 他也想花钱买平安 只是账户全都被警方冻结 根本是有心无力 独小老大则怪手下萨游看护不力 并威胁他无论如何都要救出自己的儿子 否则救他年幼的儿子陪葬 萨游没办法,只能答应 他立刻联系了女主 女主是雇佣兵团队负责联络任务的重要成员之一 他接到这个任务后 就去通知雇佣军老大 也就是我们的男主 男主得知是去救一个男孩 连价格都没问 就一口答应下来 结实男孩的是打卡地区的独小老大阿米尔 两方曾经都有摩擦 接下了血海深仇 这次赢救可谓是两大独小的精彩对决 男主看过几个重要人物的照片信息后 立刻和团队展开商讨 并制定了精密的作战计划 第二天 男主假装成谈判人员出现在打卡的街头 还与劫匪取得联系 顺利进入到劫匪的聚集地点 对方一见面就让着要赎金 男主则表示 要看到人质安全才肯交钱 劫匪看在钱的面子上 所以带着男主看了一眼被五花大棒的男孩 接着就碾着他会去拿钱 几人用枪挟持着男主往外走 突然 暗主飞来子弹 将劫匪一一干掉 原来是男主团队中的狙击手 按照计划尾随而来 男主则顺势挤去到身边最后一个劫匪 车枪返回放在的房间 与屋内劫匪展开混战 两方从枪战转成肉搏 最后凭借高超的武艺 将劫匪全部干掉 此时 一个瘦小的男孩 车枪站在身后 男主抢过枪 却没有为难孩子 放他离开 接着就向男孩欧卫 守在楼外的一群劫匪 听到屋内传出的枪声 立刻起身戒备 只是 还不等他们拿起武器 守在楼顶的狙击手再次瞄准 将外围劫匪收拾干净 帮助男主他们逃跑 而在另一边 大毒枭阿尔米尔丢了一些钱 他绑来一群有嫌疑的孩子审问 审问无果后 便命人抓住其中一个孩子扔下高楼 接着 就要扔第二个 此时 一个孩子站出来说 钱是刚才被扔下楼的那个孩子偷的 大毒枭当然知道这是谎言 但他十分欣赏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 于是将人叫到身边 示意他切掉自己两根手指 偷钱的人虽然已经死了 但总要在世界上留下警告 就在此时 一个军人来向毒枭禀报 说男孩被人救走了 大毒枭来不及处置这群孩子了 下令立刻封锁全城 搜捕所有海路运输通道 划分两边 男主顺利带着男孩逃到安全地带后 这才停车 给女主发送了成功研究出男孩的视频 然后沿着丛林向渡口靠近 那里停泊着负责接应的船只 而另一边的女主 接到男主发回的视频 立刻以此为证据 要求雇佣方付款 不想 对方却在此时消失了无影无踪 女主警觉地意识到 他们可能被耍了 他呼叫男主 让他保持原地不动 另一边连接渡口的船只 发现船上的接驿人员已经失联 狙击手也在从林被人射杀 而且雷达显示 杀手正在向男主所在的防卫靠近 最终 两方相遇 杀手向男孩大喊 他是撒游 原来 当初独教老大 以儿子的性命相要挟 使他不得不想办法 营救男孩欧卫 但是 他没有钱 根本无法雇佣到军队 于是 就想等到雇佣军救到男孩后 再趁机杀掉雇佣军 来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如此一举两得 既不用付钱 还能救出老大的儿子 这时 他还是帝国的男主 男主虽然不了解撒游的动机 但和他逃跑的本事一流 两人避开子弹 逃到附近的房屋内 找到一辆车 驱车逃窜 不想去在前路 遇见围追堵截的警车 男主见识不好 立刻倒车 自路逃跑 车上的男孩央求他 将自己交给警察 可男主知道 此刻的警察 恐怕已经是蛇蜀一窝 不能再进了 他只管一路急迟 身后几辆警车紧追不舍 幸好此时的萨游 已经抢到警车 趁机混入其中 杀死追捕的警察 这才让男主有机会逃跑 但是 前路也被警察层层堵截 男主只好再次骑车 逃入附近的居民楼 赞比风头 没多大功夫 特警便将这里围的水械不通 男主已经被逼到绝境 只能拼死搏杀 他利用居民楼的错综 豁杂作严体 对特警部队展开反杀 一枪一个 看起来非常带劲 眼看宋子的特警杀完 跟在身后的萨游 再次跑出来 与男主近身搏斗 一番刀枪相加 二人从楼上打到楼下 从拼枪到拼刀 从马路接脚 打到马路中央 两人你来我往 不分伯仲 居然谁也奈何不了谁 最终 还是男主得到了对方的刀 一脚将人踹飞 刚刚飞出胜负 突然杀出一辆车 将男主撞晕过去 萨游捡了个便宜 正打算带着男孩逃走 谁想身后的男主一惊醒来 从背后开车将他撞晕 带着男孩扬长而去 但此时 仍有一辆敌人的侦察飞机 在头顶盘旋 男主发现后 心声一惊 当场决定与男孩跳车逃跑 留下空车发生剧烈碰撞而爆炸 从而造成他们遇难死亡的假象 但是 大毒枭阿米尔也不是吃素的 命人立刻上前搜查 一番勘验发现 两人果然顿逃了 大毒骄横的咬牙切齿 重金悬赏击那二人 此刻已经是黑夜弥漫 腹上的男主逃进一处工厂的厂房 简单处理了伤口 此时 女主打来电话 说雇佣方的尾款只是没有到账 他们被耍了 男主可气掉男孩独自逃生 他会在四公里外的卡尔马乔佛警 派出直升飞机接应 男主脑袋轰鸣一声 想到的 却是和儿子在一起的画面 一旁的男孩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 小心地打破寂静 询问是否会抛下自己 男主表示 不会 他俩连夜偷车 准备前往接应地点 不想 却被半夜出来打劫的一伙小毛贼给盯上了 一言不合就以命相搏 男主见这群孩子年龄并不大 于是狠狠给了个教训 将一群人打得倒地不起 自己拉着男孩逃跑 此时 他们的打斗 无意间引来一群警察 头上还有盘旋的探照灯 男主无奈之下 只好学了一回老鼠 带着男孩钻进臭气熏天的下水道 好在绝境之下 总有生路 男主想到 他有个铁哥们就在这个城市 而且混得风生水起 应该有能力救自己一命 于是 立刻带着男孩投奔铁哥们的豪宅 九族饭饱消息过后 一对逃亡人才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天 男主曾经有一个儿子 可惜在六四时身患绝症 去世时 他甚至不曾守在身侧 男主一直存活在阴影中 幻想能有一次机会 重新拯救儿子生命 直到这次任务出现 而另一边的铁哥们也看出 男主对他所救的男孩特别疼爱 不仅好心出言提醒 都叫阿米尔绝不会放过男孩 即便真的能安全回家 他的父亲身陷牢狱 根本无能为力庇护 男孩还是会再次被掳走 今天所做的所有努力 注定都是土劳 何况 阿米尔正在重金悬赏 逃离之路 注定危机重重 他们完全可以将人杀死 拿着悬赏 安全离开 而如果让阿米尔知道 是自己在帮助男主 恐怕一家人都会因此蒙难 男主立刻听出这话的含义 猜测出铁哥们为了钱 已经出卖了他们 一个为了保护妻子和家 一个为了救赎沦落的灵魂 刚才还在推杯交战的生死兄弟 现在已经打成一团 一个非要上楼杀死男孩 另一个拼命阻止 此中也顾不得什么情分 杀红了眼 眼看男主落雨下风 关键时刻 男孩走下楼 对着已经疯狂的铁哥们 连开树枪 结束了混战 此刻 他们所在的地方已经不安全 赶紧想办法逃命要紧 男主稳定情绪 给撒友打去电话 他可以不计较 对方杀死自己团队里的兄弟 条件是 从此刻开始 握手银河 统一战线 以平安送男孩回家为主要目的 两人爽快达成一致 眼下 他们要一起上过两处路障 到达卡马尔桥 那里会有接应人员 三人计划兵分两路 自己则负责制造混乱 引开独桥的火力 然后由撒友带着男孩开车离开 一切顺利进行 男主吸引了绝大多数无尽火力 撒友和男孩乔装打扮 混入人群 眼看就要成功骗过路障警卫 顺利过桥 可就在此时 他们被一名士兵认出 撒友被迫取向混战 带着男孩且战且退 此时 另一边远程操控战局的独桥阿米尔 也发现了猫腻 他下历不再全力围攻男主 反而快速增援警察 收入大桥路障 撒友这边情况越来越危急 他只将男孩藏起来 自己闯出去当靶子 危急关头 女主带着救援队及时出现 暂且压制住敌人的火力 一炮炸毁敌人运输警力的飞机 撒友找到喘息之机 赶紧呼叫男主前来帮忙 男主赶忙解决到眼前的障碍 脚跑着 加入桥上的激烈战斗 远程监控着一切战况的 大毒枭阿米尔眼看情况不妙 立刻派出自己的铁牌战将 白活子狙击手 此人刚一上场 就隔着好几座楼的距离 击杀了浴血奋战的撒友 接着举枪击中女主带来的直升飞机 下一个 正中在桥上四处杀人灭口的男主 男主应声倒地 只是这一枪 也暴露了白活子狙击手的准确位置 女主对着目标一枪解决 而另一边的男主 已经多处扶伤 口吐谦逊 意识区域模糊与现实之间 眼前再次出现儿子的脸 此时 一路逃跑的男孩来到男主身边 紧紧握住他的手 他含泪要求男主站起来 和他一起向救援飞机跑去 此时 男主已经没了那份力气 他让男孩努力奔跑 自己就拼尽全力站起身 用最后的力量 为他阻挡身后子弹 好在战绩不错 他几箱秒掉剩下的装备力量 扫清了一切可见阻碍 一拳一拐地 向直升飞机挪动脚步 可就在此时 身后传了一声枪响 擦撞男主脖颈 他捂住伤口 儿子模糊的脸庞终于清晰 身体失衡 男主坠入深海 消失不见 而男孩强忍悲痛 搭乘飞机平安离开 他再次重返校园 过上了宁静的生活 至于女主 毕竟他爱恋男主的眼神如此明显 自然是要亲手杀死大毒枭 阿米尔替爱人报仇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